我60年 在最后的60天里 我与众心肠的 所有全马来西亚3000万的同胞 是生是死 决定在你的手上 如果我们大家认为是不用紧 那么到时候 我们不必再 不要抱怨 有几假不要complain 马币店不要complain 顺府偷我们的钱不要complain 所以几假不要complain 因为那是你选出来的 因为那是自己的选择 不要怨天尤人 更不要去相信一些人 叫我们投废票 那些是脑筋少了一个人 才叫你投废票 当国家面对生死传亡的时候 文天祥有一句话说 国家新亡 匹夫有责 国家新圣还是灭亡 每个人都有责任 这个责任不是林基祥一个人的 不是严辟真一个人的 是全马来西亚的儿女们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很多人讽悔 为什么特朗普会做总统 特朗普做总统 因为有40%的美国选民在睡觉 大选的时候不要出来投票 应安装 应该是呀 为什么 一个好人 最大的罪恶就是 当坏人做坏事的时候 那个好人 为了明哲保身 沉默圣经 沉默于麻木 是民主最大的敌人 政府吃东西 吃咯 还没人做政府 也是吃咯 你们把华尔心动当一样的 谁上去都吃 我们不一样 我